你好 欢迎收看7月23号大花联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23号宣布27号开始要降到二级 因此花联的防疫制止会上也特别由县长和秘书长还有卫生局长 一起来说明27号降级之后 花联县政府对于防疫上的指引来做做说明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宣布从7月27号到8月9号 调降疫情警戒标准到第二级 23号疫情记者会秘书长张一华说明了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所宣布的相关指引 花联县政府将如何进行 地方政府所有的二级警戒的作为 一律与中央做法一致脚步一致 那么调降二级警戒 有一定的禁止 跟有一定的开放原则 原则确立之后 事实上其他的都是属于 因地制宜 那么配合总原则 来做调整跟做开放作为 那么在调降二则的 七个可以做的 那么相亲就以这个 不管你是各行各业或是说 你打算做个人的相关的室内室外活动 我们来看这七大原则 到23号花联县市打疫苗人数 八万四千六百零一人覆盖率达百分之二十六点二 卫生局长出嘉祥也说明截至第二轮已经完成疫苗接种 共计八千三百三十三人 而1922第三轮七月二十三号到二十九号 请民众注意接种时间 到昨天为止 我们花联县 总共疫苗的第一剂接种人数的涵盖率 是百分之二十六点二 全国第一剂的涵盖率是二十四点三 我们大概多它两个百分点 接种的人数大概是八万四千六百零一人 那我们第二轮从七月十六号到七月二十二号 已经在昨天结束了接种 AZ疫苗 那总共接种了是八千三百三十三人 比我们原先预约的七千四百七十六人 多了将近一千人 所以这里面接种率是百分之一百一十一 刚好是一一 那从今天开始 就是我们第三轮的接种 从今天开始 是我们第三轮的接种 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二十九号 所以在这边呼吁 在这边呼吁 已经预约好的相亲 千万不要忘掉去打预防针 而七月二十七号 之后将几步解封的相关指引 华丽谦政府各局处 会在中央所给出的防疫指引中 经过研疫之后再例行公布 记者林杰花林市采访报道 在第二轮上 在下轮上 就像一条